是下雨了 但是哎呀可惜 下的不是很多 而且下不对地方 对于中部来讲 进账不是很大 来看到的是在日月潭的水位 持续的下探当中 它的弧形水岸 已经露出了 很像是年轮蛋糕的这种奇观 现场的状况 把时间交给吴鹏欣 好 直播封面通过 终于下雨了 那上午呢 带你来看在南投日月潭的月牙湾区 这里呢 主要是供应下游的农业用水 但是水位持续的下探 目前呢 弧形的水岸边 像是嘉明湖天使的眼泪 还有人说这根本就是 年轮蛋糕层次分明成的奇观 带你听一下稍早 民众说法 还蛮像蛋糕的 这蛮有层次感的 水位下降的时候 上面像奶油 下面像巧克力 那下面再一层果冻 我是觉得 还蛮像蛋糕 我想到了日月潭 刚刚看到了 你看连我们的镜头都吃惊 整个都卡住了 因为实在是太缺水的震撼 日月潭的缺水会到什么情况呢 这边呢 有一个指标 也就是九蛙叠向 每到缺水的时候呢 这一幅景象就会出来 我们真的很希望 九蛙还是少出来好了 让水量多一点比较实在 所以现在呢 大家非常好奇了 到底什么原因会缺水缺成这样子啊 只有北部再下雨 中南部都不下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 郑明点老师 他如何来解释 有没有看到 其实呢 就是这边了 在南部呢 有一个高气压 一直笼罩着 只要他不退的话呢 原则上 中南部就不太会下雨 所以导致 56年来 目前最大的旱灾 就是这样形成的 也就是因为这张图 一PO出来之后呢 你看到南部人开始 想念下雨的声音呢 很希望 赶快来 于是呢 就有网友讲了 高压速退 高压 赶快消失 还我们水来吧 也就是因为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呢 台南的白河水库 目前的蓄水量 只剩下0.29% 蓄水率更是直接挂蛋 挂零 你看整个湖底都露出来了 水利鼠呢 就利用了枯水期 赶快要来清淤泥 预计要花两年的时间 附近的莲花呢 也因为没有水可以灌溉 导致今年的种植面积 几乎都是腰斩 有的农民呢 因为多年前的早景 还可以饮用地下水来灌溉 只是早景的话 有的有 有的没有嘛 没有早景怎么办呢 只能够休耕 零补助 这样一来将会冲击 莲子跟莲花的产量 未来的价格 恐怕会上涨 湖底泥土均裂 边缘处还变成大草原 很难想象 这里竟然是台南白河水库 受到干旱冲击 放眼望去 几乎一滴水都没有 土堆隆起处就是淤泥 怪手拼命挖 砂石车一车一车载 白河水库因为蓄水量 只有0.29%连一都不到 蓄水率更是降到零 水利署把握枯水期清淤泥 预计持续两年 它淤积蛮严重 它现在水就很少 几乎它没有水 可以供应这一些灌溉 水库见底 白河盛产的莲花也超累烂 有的田地因为没水可灌溉 莲花枯死 长出杂草 2020年种植面积近300公顷 今年只剩170公顷 几乎腰斩 将大大冲击 莲子莲藕产量 地塔拿水的时候就是零金 这样吗 就是百分之百零金 有这个保障患 有莲花农多年前曾经早景 可以抽地下水灌溉 但这也不是万林呆 雨下得少 水库都没水了 地下水当然也剩不多 只能靠天四个字说出心中满满无奈 莲花根座一到二月插苗 五月采莲子 十月里采莲藕 属于一年一座 如果再不下雨 种植面积大幅缩水 影响农民生计 恐怕也将连带影响莲花季 观光人潮 记者赖冠章 王书宏谈他们吧